出发了出发了 大家好我是张大飞 单车青江 昨天晚上在这个山坡上露营 一晚上也没怎么睡 就不多说了 现在是有东西 前面有个乡镇 差不多有10公里吧 我现在也断水断凉了 没油没盐了 马上去乡里看看 能不能稍微买点东西 接下来可能是有个 六七十公里的路程吧 接下来好像是翻山比较多 因为我之前是在河谷 它要绕过这个香 后面这个香 因为是在山上 而且在山谷里面 反正是好远的样子 今天 哎呀 说实话心情很低落 走吧 不多说了 出发 加油 已经收拾完了 全部装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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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一遍 全部装车了 又把我们撞上 车了 真的 没转过 又把这些车 都闭上了 有点 真的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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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方沿742线道继续骑行大约3.8公里 前方大约有3.3公里执行道 往下面走3公里就到达杰尔格朗乡 就是下面 看这个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下面还有一条河 现在咱们去乡里去看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需要买的东西 加油 占尔格朗乡 欢迎你 前方沿742线道 继续骑行大约720米 吃点东西饿了 老板有泡面吗 有 可以在这里泡一下吗 可以 可以 拿了一瓶水 然后一个泡面7块钱 这里还有个西红柿 今天下午还有30几公里 到了下个香镇 不知道 应该是翻山 应该是 又要爬山了 怎么下来了 就要怎么上去 想超近路的 全部都是泡一板路啊 都是石头科尔公公的 上坡 这导航找的什么泡路啊 这个泡太陡了 太陡 哎呀 而且还不是水泥路 水泥路还好一点 全都是泡蛋坑 我感觉我被导航骗了 我感觉我被导航骗了 哎呦 打算休息一下 这个车腿断了我也是浮了 这铝的吗 这铝的吗 怎么这么不成劲 变速器今天也坏了 还有这个坡 啊 变速器也坏了 这车要报废啊 没办法了 只能推着了 到山顶了 我估计要差不多这点路走了一个多小时 推上来的 看看这个下面是一条河谷 从河谷这个泡太陡了 下去的时候挺爽 上来的时候也挺爽啊 接下来好像还要翻山吧 往这边走 上来了 这边是新修的公路 刚铺的 哦 啊 哦 哦 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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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已经到达特克斯县 今天晚上好像是要下雨 现在才八点钟 天就已经黑下来了 主要是阴天 已经稍微开始下了 今天晚上找一个能避雨的地方 要不然今天晚上要下的话 我估计要二零了 往前面走走看一下吧 到站了 今天找到了一个停车场 这边还有一个卫生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旁边还有一个商店 这边好多露营的 还有大帐篷的 车行车放在这里 八点二十三 是不是 我先做点饭 先做点饭 弄点吃的 下雨开了 已经开始下了 帐篷的话等会再搭 吃完饭以后我收拾完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 然后问了一下这边卫生间的 这边卖东西的那个大姐 我说能充电吗 她说能充电 充电里面有插头 今天晚上可以把电什么都充一下 又省了住电了 这里就一个插头 然后接了一根线下来 两个插头 全都是充电的东西 今天晚上可以把电全部充满了 今天晚上在这边的这个小房子 露营 应该就我一个人搭上火 可以避雨啊 今天晚上可能会下雨 下面都是自驾的 他们可能也要露营吧 比较吵一些 所以说在这边安静 我现在先去弄点木材 今天晚上要做饭 这边木材挺多的 全都是木头 稍微弄一点就行了 过今天晚上就可以了 一大袋这么多了 今天晚上够烧了 现在天黑是一天比一天早了 好像是越往北黑的越早了 帐篷已经治好了 今天晚上就在这里 弄点晚饭 今天新买了一桶油 那油吃没了嘛 这一桶又够差不多吃一个月了 这是今天买的包头 其实手撕一下还行 但是 切开的话比较好炒 切成丝吧 切成丝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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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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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